夜还没完全退去 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陈雾 被低频轰鸣震出一道裂缝 从那道雾里缓缓滑出一个黑影 通体漆黑 没有编号 没有标志 连阳光照上去 都被一层看不见的涂层吞掉 那种质感像是金属在呼吸 黑的不是颜色 而是西光 镜头拉近 你几乎能听到空气在它表面擦过的声音 这就是B-21突袭者 美国空军的新一代隐形轰炸机 它继承自30年前的传奇B-2幽灵 但整架飞机的存在 就像是旧冷战的回升被重新唤醒 当一架飞翼重新划出机库 连空气都变得安静 因为人类发明的每一架隐身机 都在试着回答一个问题 当世界看不见你 你还需要被理解吗 要理解B-21 就得先回头看看它的前辈B-2幽灵 1990年代 那是美国空军最贵 最神秘也是最孤独的飞机 一架造价24亿美元 每次起飞前 要有上百人做表面检查 每次落地后 要在恒温机库里晒三天 让那层吸波涂层慢慢恢复分子结构 它飞得比任何轰炸机都深 都准 但也比任何飞机都难养 冷战结束后 这个隐身怪物突然失去了敌人 美国发现 花20多亿打一场没有对手的战争 说不通 于是原定132架的计划 被腰斩到20架出头 B-2成了过度设计的孤岛 昂贵到连胜利都不配它出场 但时间改变了战争的定义 进入21世纪 美军面对的敌人不再是单一国家 而是体系 你可能看不到对手的战机 但它的雷达 卫星 网络 无人机 反导系统 都在同一张作战图上呼吸 传统的速度与火力已经不够 新的需求是能潜入 能持久 还能量产 多斯罗普格鲁曼被重新召回 他们没有吹嘘最强轰炸机 而是提出一个更冷静的承诺 复活过去的影子 让它学会量产 B-21的设计逻辑也因此不同 它的名字来自1942年 那场几乎自杀式的都立特空戏 16架B-25轰炸机从航母起飞 飞越日本本土 明知回不去 却仍然起飞 B-21延续的不只是技术 更是那种先下手为强的作战哲学 B-22追求绝对隐身 B-21追求可维护的隐身 制造成本控制在三分之一以内 最初目标单价约5.5亿美元 此后随材料与系统迭代 外界预估的实际单价约7亿 航电开放 维护模块化 集体更耐环境 它不靠神秘取生 而靠效率 B-22是冷战的梦境 B-21是现实的清醒 说白了 B-21不是更炫的怪兽 而是更聪明的阴影 飞翼看似浪漫 在工程师眼里却是噩梦 没有垂尾 没有垂直面 空气找不到方向感 传统飞机靠尾翼修正姿态 飞翼只能把稳定性交给电脑 B-21的每一次起落 其实都是飞控系统在和空气下棋 上百个微垛面 每秒修正数百次 任何气压或风向变化都计时被计算 它不是靠飞行员的手感飞 而是靠算法算出来的平衡 B-21用控制率纠错 B-21用AI预算 一个是反应 一个是预判 进气口采用S型曲线 隐藏发动机叶片 吸声部分推力换取更高隐身度 B-21加入智能进气门 用传感器实时调节气流 把推力补回来 它在空气中像在呼吸 喷口被压平 贴近机背 热量在排出前先与上层冷气混合 从红外视角看 它几乎没有热影 最大的革新在皮肤 B-2的锡波涂层是一块块陶瓷瓦 B-21改为一体化复合蒙皮 锡波涂层直接融合在材料内部 维修时间从几天缩成几小时 损伤模块像换皮肤一样快 隐身不再是艺术品 而是工业品 工程师终于让隐身可以被复制 被维修 被消耗 因为能量产的隐身才是真正的战争技术 B-21的肌腹下藏着它真正的心脏 中央武器舱 容量约2万磅 约9吨 但关键不在载重 而在定义 它不是弹舱 而是一个可编程的任务平台 B-2的武器系统固定笨重 要改任务就得改部线 而B-21采用模块化挂件 加软件定义活控 任务切换不靠扳手 靠代码 今天是轰炸机 明天可变反舰 或电子战节点 那它到底能带什么 不妨从三类性格武器看起 先钻地 再群打 最后到高超音速 先说最传统的一种钻地弹 GB-57 长约24英尺 约7.3米 重约3万磅 约13.6公吨 设计用于对加固目标 实施深度穿透 常被概括为数十米级 这个具体取决于建筑物 B-21在防区外释放 让炸弹自行潜入地下 那不是轰炸 而是外科手术 再换一组任务包 小直径炸弹 GB-39 每枚约250磅 约113公斤 可GPS加红外引导 一次可携带数十枚 同时打击多个目标 最后是新时代的选项 高超音速导弹 AGM-183A 速率可达5-10马赫机 射程超过900公里 B-21在防区外发射 高超滑翔体能在短时间内 命中远端目标 这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打法 对手雷达还在搜索 目标已经被动摇 不同武器通过模块化挂架 接入组舱 火控电脑自动识别 模块与打击序列 飞行员切换的不是面板 而是任务谱系 在南海 他能防区外打击航母盲曲 在北极 他可执行反潜巡逻 空头声纳浮标 与反潜武器 在高强度冲突中 他可指挥无人机风群 实施电子欺骗 这一切基于同一个底层逻辑 软件定义作战 B-21已经不依赖固定参数 而是实时重构 它是空中的可编程战术服务器 能在任务中更新自己 也能在战争中学习敌人 它不是轰炸机 而是一台飞行中的多余武器服务机 隐身让B-21消失在雷达上 而智能系统让它自己知道怎么消失 真正飞行的不是金属 而是算法 AI飞控系统是它的神经中枢 不同于传统控制率的被动纠错 它能预测下一秒的变化 气流 气压 重心 温度 全都实时采样 系统在飞行员察觉之前就调整多面 那是一种预知式飞行 核心是自学习控制率 每次任务都生成飞行数据反馈 系统据此优化算法模型 它在飞的同时也在学 B-21的大脑基于开放式架构 任务系统 航电 电子站模块 皆可热插拔 升级不用拆机 像电脑换插件一样 军方称它为空中服务器 更新一次软件就能更换一套战术 更关键的是动态任务数据包 飞行中即可接收新任务信息 威胁库与电子站参数 过去要回基地打补丁 现在几小时就能完成推送 同时态势融合让它获得第六感 AI将雷达 红外 通信 电子监听等信号 融合成三维战场图 威胁等级 优先目标 最佳航线自动浮现 飞行员面对的不再是仪表盘 而是一场实时可视化的战争 于是飞行员变成AI指挥官的人类顾问 他依然坐在主柜 但决策已被算法共享 当然智能也有边界 AI可能在未训练场景中误判信号或敌我 因此系统设有人类接管路径与硬保险司 一旦检测异常 自动退回保守模式 从更高的层面看 B21已不再是被驾驶的飞机 而是一台能感知 修正 甚至主动思考的机器 过去我们教飞机怎么飞 现在飞机在教我们怎么打 B21不是游人驾驶的飞机 而是暂时还让人坐在主位的AI平台 在雷达屏幕的另一端 也有人在进化 中俄正在同步发展反隐身体系 米波雷达 量子雷达 AI信号识别 米波雷达 波长更长 能穿透隐身外形的角度缝隙 分辨率低 却能感知运动 像夜里听脚步声 看不清 却知道有人靠近 量子雷达仍处实验与试验阶段 但理论威胁巨大 它通过量子纠缠等原理 对返回信号做更敏感的对比 一旦成熟 隐身将从消失变成换种方式被看到 AI信号识别则让雷达有了直觉 神经网络训练海量回波样本 能在毫秒级区分真机与诱饵 这三者结合形成数字反隐身 我或许看不清你 但能算出你最可能在哪一片 与此同时 苏-57和歼-20虽不及B21的单机深度隐身 与航程 但在数量 出勤率与战术应用上形成优势 它们用可承受数量来对冲性能差距 如果B21是一把手术刀 对手手里则是一串能同时落下的锤子 美国的回应是体系化联动 B21在空中打击 无人机群掩护干扰 卫星载轨中继 预警机与地面情报站填补盲区 这是一个自我修复的神经网络 节点被看到就即刻转移任务 通道被干扰就瞬间换品 隐身对抗已经变成计算速度的战争 中俄在练如何发现 美国在练如何更快反应 胜负不看谁能先看到 而看谁在看到后先动 这就是毫秒级战争 隐身不再是黑色涂层 而是一整套看不见的网络 预算是战争计划里最沉的那一行 B21的故事也不例外 成本控制 B21每价24亿美元的教训仍在 B21被标榜为可负担的隐身机 目标单价5.5亿美元 目前实际造价约7亿美元 听起来平价 但那只是基准价 未寄材料测试培训与后勤 隐身从来不便宜 复合材料 AFA控 锡波涂层 任何一项延误都推高成本 诺斯罗普格鲁曼正卡在三角困境 要压价 要保密 还在准时交货 三件事从未能同时成立 保密 B21属于黑项目信息豁免 零件分段制造 匿名编号 组装人员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拼哪一部分 保密房间谍 却也压低效率 技术变更要层层审批 测试报告需加密传输 国会想问 钱花哪了 军方只能打 不能说 透明与安全的拉锯 让信任成本飙升 产能 帕姆戴尔的工厂昼夜不停 复合蒙皮固化需数十小时 锡波涂层需横纹轰制 每一条装配线都被物理极限锁死 继2023年11月10日首架原型机 在帕姆戴尔首飞后 2025年9月11日 第二架测试机抵达爱德华兹空军基地 两架飞机正并行进行飞行测试与系统验证 为量产100架做准备 国会的不安也在积累 军方说 保密是安全的代价 议员回应 安全也是纳税人的钱 争论结果 拨款放慢 节奏延迟 技术领先 但被现实拖住 工程能赢 系统未必 B21能赢战争 但能不能赢预算 还在看国会心情 在旧定义里 轰炸机只要飞得远 炸得准 而B21早已越过这个定义 在美军的JADC-2系统中 它不再是终端火力 而是流动的数据节点 过去它听命执行 现在它能分发命令 协调无人机 在空中充当中计与指挥中枢 卫星侦察标记目标 无人机采集频谱 B21整合信息 计算打击窗口 自动分配任务 这一切 在指挥官说完一句话之前 就已完成 这就是信息速度的压制力 在冷战时代 我们比的是火力 在新时代 拼的就是反应时间 从分钟级决策 到毫秒级反应 这不是代差 而是战争文明的层次差别 B21的真正意义在于 它把痊愈意识 装进了轰炸机 它既能打 又能听 还能说 既是打击平台 也是通信中继 电子战源 数据分发器 它不再属于单一军种 空军是它的出发点 但它同时为太空 海军 地面 提供节点支持 它把战场节奏 从人的直觉 升级为数据的速度 在未来战场 速度不是飞行速度 而是信息流速 在战场想象里 隐身飞机永远冷静完美 毫无破绽 可在工程实现里 任何完美都有代价 热硬力 隐身材料吸收电磁能量 同时对温度极其敏感 高空长航时 会产生冷热循环 材料膨胀与收缩 一再发生 微米级的变形 都可能放大雷达截面 因此机体内部 没有温度传感网 非控会根据温度场 自动微调姿态与堕面 材料疲劳 复合一体化蒙皮 轻 强 但毅烈 微小的内层裂纹 在冷热循环下扩展 影响吸波性能 每次大检都需要用超声波 与X射线做无损碳伤 向医生给病人做体检 环境敏感性 吸波涂层 仍怕潮 炎 雾 与沙尘 任务后 回基地需要在恒文机库 恢复表面特性 这是隐身维护的常态 而非可选项 AI的盲区 算法在训练级里很聪明 但现实战场 可能抛出未见过的异常信号 错误的判断不是不会出现 而是会以更复杂的方式出现 因此系统内部设计了多层冗余 与人工回退机制 当不确定度过高 系统自动降低自动化等级 并把关键判断交回人类 科技越完美 出错的方式也越聪明 工程师们知道这一点 所以在每一层智能后面 都装着人类的刹车 每一次人类造出新武器 都像是在和未来 签下一纸信仰契约 B21那份信仰的最新版本 它象征着一种旧时代的执念 只要技术够强 我们就能掌控一切 冷战时期 美国靠核弹维持恐惧的平衡 21世纪 他们试图用算法维持秩序的稳定 从原子信仰到数据信仰 曲线并未明显转弯 但问题是 当战争的决策链里 塞满了AI传感器 卫星 自动化火控 人到底还剩些什么 你还在按键 但你未必知道指令最后落在谁身上 你在控制系统 系统也在反向塑造你 过去轰炸机上的飞行员 背负目标清单 今天的B21飞行员 看到的是打击概率 风险系数 威胁模型 情绪被数据代替 道德被效率压缩 人类在追求零物不差 却在一步步把感受 从方程式里剔除 这不是阴谋 而是进化的副作用 AI的理性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完美 但当完美真的出现 人类反而成了系统里最不稳定的变量 有人说B21代表和平 因为它强到让战争不敢开始 也有人说它代表焦虑 因为它证明 我们仍然相信 威慑是最可靠的安全 当你看到那家黑色飞翼划过天际 请别只看它的隐身能力 它的影子底下是一个问题 我们创造的是守护和平的工具 还是一面照出人类傲慢的镜子 B21是诺斯罗普·格鲁曼 与整个美国军工生态的结晶 在它的背后 有波音、洛克希德、雷神等无数公司的影子 每一次它升空 都是技术、资本与战争纠缠的一次公开展示 喜欢这期节目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下一集我们要聊第六代战机竞赛 N-Gate与未来空战 当人工智能、能量武器与无人疗机被全面介入空战 主导权将不再仅仅属于某一种机体或某个军种 我是Ring,下一期见